黑猩猩 所以還有大家認為說 黑猩猩好像很少有這種精神性的疾病 那為什麼人會有 那是不是人類快速演化的一個結果 那現在這個也開始很多人在探討的一個主題 那怎麼去探討呢 就是這句話 Managing that I expressed in sycopharynia 就是神經分裂症 在神經分裂症的人的神經細胞中間 會大量表現的那些基因 我們如果把那些基因找出來 來看那些基因在演化上面的速度 我們發現那些基因大部分是一個快速演化的基因 所以這時候你要回頭來想 什麼是快速演化的基因 還記不記得我們上個禮拜 我有講過 怎麼去判斷一個基因的演化速度 發生氨基酸改變的突變 就是很多基因突變 序列的改變 其實沒有造成氨基酸的改變 我們說那一些突變是所謂的中性的突變 只有發生氨基酸改變的突變 會造成蛋白質結構功能的變化 所以我們去看那些基因在演化過程中間 我們比較人跟黑猩猩 那些基因哪一些跟神經細胞表現出來的蛋白質 它的氨基酸的改變越多 表示它這些基因演化速度越快 那結果這個是 但這個當然基本上仍然是一個correlation 這是一個correlation 然後告訴我們這個很可能是一個假設 所以這是一個hypothesis 但是無論如何這是一個 我想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hypothesis 我那個powerpoint上那個寫錯了 寫成沒有月經週期 我們知道黑猩猩仍然是有月經週期的 但是一般認為黑猩猩是沒有停經 沒有menopause的現象 就是它到很老的時候它仍然可以排卵 它仍然可以生育 但是人類呢 我們女性很早 就會在四五十歲的時候就會有停經的現象 那過去也發現呢 黑猩猩很少有這個epicillian cancer的 cancer 那這個原因呢 也同樣的有人在想 會不會跟我們大腦的快速生長分裂是有關的 因為大腦需要快速的生長分裂 所以很多tumor suppersogen tumor suppersogen很可能會失去它的功能 因為我們知道tumor suppersogen代表是細胞分裂的剎車 很多剎車可能在黑猩猩身上有更多的剎車在控制細胞的分裂 那人類因為有這個大腦快速生長分裂的需求 所以有一些剎車會loss掉 那這些剎車loss掉 是不是有可能跟我們現在人類比較容易得到癌症有關 這也是一個 這是2009年有人提出來的 在這個Medical Hypothesis 這個期刊上面提出來的一些想法 所以從演化上面來看 我們現在很多疾病的根源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 而且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 去到未來醫學發展的一個方向 尼安德特人 在1997年 從尼安德特人的骨骼中間 你把它切開取中間的骨髓 你可以得到一些DNA 那在1997年的時候 這是第一個 尼安德特人的這個Malachandroid DNA被定序 被定序完成 那從這個定序完成 當時就得到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結論 就是說 你看現代人的栗腺體DNA跟尼安德特人非常不一樣 這是Human跟Human中間不同人之間的比較 那人類跟尼安德特人就很明顯 這是變成是兩個可以well separated的peak 那人類跟Chimp當然是距離更遠 那所以這兩個peak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告訴我們說 人跟人類 現代人跟尼安德特人中間 我們沒有繼承 我們沒有遺傳到任何尼安德特人的Malachandroid DNA 是不是 就表示說 現代人跟尼安德特人中間沒有同婚 沒有相互的這個 mating的這個關係 沒有親緣的關係 人跟尼安德特人沒有親緣的關係 但這個是從Malachandroid DNA的觀點來看 人跟尼安德特人中間的關係 那到了2010年的時候 尼安德特人的這個Geno sequence 初步的Geno sequence出現 那發現怎麼樣 我們跟尼安德特人中間 有99.5% 大概就0.5%到0.1%的這個差異 那這個告訴我們呢 我們現代人跟尼安德特人 大概是在80萬年前分到揚鑣 而讓我們變成是genetic distinct 大概是在30萬年前 但是這個發現 這個DNA定序的發現 讓每一個人都大吃一驚 發現在現代的歐洲人跟亞洲人裡面 有1-4%的DNA的序列很可能是來自尼安德特人 而在非洲沒有 所以這也更進一步支持怎麼樣 人類的起源是從非洲出走 出走之後碰到尼安德特人 所以人類跟尼安德特人中間有通婚的關係 但是我們剛剛不是講說 我們現代人類沒有遺傳到尼安德特人的meticondrial DNA嗎 那跟這個結果反映出的意義是什麼 表示沒有現代人的男性跟尼安德特人的女性同婚 人類的 現代人的女性很可能會跟尼安德特人的男性 有過通婚的紀錄 紀錄在我們的境路裡面 但是沒有女性的尼安德特人跟男性的 現代人同婚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社會現象 所以現在知道尼安德特人其實 他跟現代的人大概這個地方是講50萬年前 然後尼安德特人跟現代人中間是有這個 這個 基因或者遺傳訊息的這個流動 How about另外我們的另外一個親戚 叫做Denisovans 那從Denisovans的DNA定序 我們知道Denisovans的Geno sequence 是跟尼安德特人更接近 距離我們更遠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同樣你看他的DNA Metocondrial DNA的比對 這一區是人類 那尼安德特人跟人是well separate 那Denisovans跟人距離更遠 表示Denisovans跟人是沒有這個 從Metocondrial DNA的觀點來看 是沒有交流的這個紀錄 那從DNA定序來看 尼安德特人跟Denisovans的人 大概在64萬年前分到揚鑣 那從跟現代的非洲 跟這個人類的始祖 大概是在80萬年前分到揚鑣 但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就是發現在中國人身上 在中國人身上 特別是在南洋 包括馬來西亞 包括澳洲的原始人身上 我們有相當高的比例 1-6%的DNA的區列是來自Denisovans 而相反的在非洲在歐洲幾乎沒有 現代人在歐洲的現代人幾乎沒有得到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那我剛剛給大家看了一個地圖 還記不記得那個地圖 還記不記得那個地圖 他距離蒙古很近嘛 距離蒙古距離中國很近啊 對不對 我們中國從古以來就說什麼啊 那個叫做叫什麼啊 叫狄榮嘛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不叫藩呢 也不叫蠻 叫狄榮 記不記得 孔子不是講過嗎 孔子說 孔子稱在那個管仲是不是啊 說沒有管仲 我們就怎麼樣 那個就是北方的民族嘛 所以表示我們很早 其實在中國很早跟北方民族中間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我們就不會 surprise 就是 Denisovans這個是一個代表 是更古老在西伯利亞的一個民族 那他跟中國在歷史上面中間有發生過交流 那從中國也許交流的人後來跑到馬來西亞 跑到澳洲 相反他對歐洲那邊 因為他沒有辦法跨越西伯利亞 所以他對歐洲那邊反而沒有影響 所以這是一個可以從這個歷史來看人類的遷移去反映出 這些不同人種中間它DNA序列的這個差別 所以這個是最新的我們可以看到的 這個Modern human 所以你可以看到Modern human 我們大洋洲的 大洋洲到澳洲跟亞洲 我們有來自Denisovans的脊弄 從3%到6% 歐洲、Africa沒有 但是歐洲 人類從非洲出走 這個時候就很可能有接受到 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的information 那那個大概是在1.5%到2% 那還有一些其他的 可能還有一些其他我們現在未知的人種的DNA序列 很可能是在尼安德特人跟Denisovans分岔的時候 他們會留在 換句話說在Denisovans的這個裡面 可以發現有一些很特別的DNA序列 很可能是來自其他的人種 所以現在從DNA序列看人種遷移 是一個非常熱門的 有關於人類起源討論的這個課題 從這個分析其實我們另外也可以看到這種不同人種的交流 實際上對人類演化的影響 那這是一個例子 我們剛剛講說我們馬來西亞、澳洲、中國人 有遺傳到Denisovans人的基因 那我們說到底是哪一些基因 那遺傳到Denisovans的人種的基因 對我們有沒有什麼好處 那這裡是提供一個例子 就是有一個我們身上 在這個亞洲人身上 從Denisovans的人種 遺傳到一個HLAB73的這個基因 那這一個Allele呢 這一個Allele呢 是免疫系統裡面有一個細胞叫做Nature Killer Cell 就自然殺手細胞 辨認外來細胞的一個Receptor 所以我們相信很可能 我們因為遺傳到Denisovans的這一個基因 讓我們能夠更適應 譬如說在南方 南方有很多傳染病 亞洲南方有很多傳染病 讓這些遺傳到這一個基因的人 更適合於往南遷移 因為他們具備了這個對傳染病感染的 抵抗的這個能力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是一個其中的一個例子 那人類還繼續在演化嗎 所以這個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很簡單的講 我們說我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你回到演化基本的概念 變異遺傳跟添責 那我們現在在現代文明社會裡面 我們的selection跟自然界的selection 已經完全不同了 是不是 所以我們基本上說問這個問題是沒有意義的 問這個問題是沒有意義的 好 我想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的未來 好了